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在休息过后 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我是DJ凯特 我是印尼主持人钟莉莉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六 下午的一点到两点 在空中陪伴大家 跟大家聊聊新著名的大小事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 是请新著名朋友来分享 他们来到台湾生活适应的心情 那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 林采妮 嗨 大家好 阿爸 阿爸 采妮是多才多艺 我觉得她的生活过得很丰富 采妮再来跟我们讲一下 那你是后来来到台湾生活的 对 嫁到哪 对 嫁到台湾的哪里 哪里 哪里 头粪 加头粪 苗栗线的头粪室这个地方 对 所以现在生活经验 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之外 其实采妮是一个很热门的舞蹈老鼠 对 对 发扬我们东南亚的文化这样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有教跳舞对不对 对 对 我有教跳舞 我现在有在揪过团 然后新竹的那个YYSport 然后还有新竹县的那个 我们新里立协会 那个新住民 所以满多地方你去 满多地方 对 去教这个舞蹈 对 苗栗头粪 清竹都有 像你在苗栗的头粪 这个算苗栗北部的地区 所以其实我们在苗栗县的 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有分 苗北区跟苗南区 所以当时 彩妮也是有加入苗北区的 这个服务的行列 对 对 我也是就是 其实在那里启发的 因为我自己喜欢跳舞 有时候以前在Jogart 也上个宝莱屋 对 然后就是因为 他们有 我们有时候会做爱心表演 我就会参加 爱心表演那种 我还蛮喜欢 我就觉得看到老人家 真的看到长辈 就很开心 欢乐带给他们 对 欢乐给他们 对 因为彩妮 你本来的 刚开始的工作 你有先从看护做起 所以其实对于 这种社会服务 社区服务 其实你也是蛮有兴趣 是的 然后后来就是 他们苗北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要我去表演 然后后来他们刚好 我们应该是可以开 一个舞蹈班 舞蹈班 你本来只是学员 只是大家跳开心的 对 那你有怎么样的想法 会踏入这一行业 没有 也没有想法啦 就是让姐妹们跟姐妹们一起跳舞 一起跳舞 我觉得很开心的 然后就是因为以前 你看我就是喜欢保莱坞 因为我们以前在印尼都是听保莱坞 就是会已经习惯了 就是那个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其中之一的文化 可是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觉得没有印尼舞 所以我也教他们的印尼专动舞蹈 对 然后我也喜欢度皮舞 中东度皮舞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很快乐 可是你如果是单纯的一个 爪哇专动舞蹈 有时候会有一点闷 很当调那种吗 对很当调 然后我的学员也不是印尼人 喜欢那个音乐 每一个国家都有吗 对每一个国家都有 可是我们来的目的 跳舞是干嘛 所以大家来就觉得有运动到 而有学到印尼传统舞蹈 又学到其他的有氧舞蹈 这样子很开心 所以他采尼今天的成功点 是从他开心的学习到现在 当个老师 你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工作的感觉 你就只是想说 对我从来不会把他当一个工作 我就觉得那个是很快乐的事情 对像我 我现在有在救国团跳嘛 是 教嘛 那个在那里也是都是 大家来上课是好像编成朋友一样 哦 教教朋友 然后每一次跳舞就还会 老师我有两个同学想要一起学 这一集参加这样子 所以我的课几乎都从 都爆满了 从我开到现在是没有停过 只要那时候疫情 只要有一班没有开 就几乎都是开班 连我的一些同学就说 啊我在健身房那一边都 那个停课 课都没有开 可是我的都是完全是没有停 不受疫情影响 对 没有受疫情影响 对 太热门了 然后机会开心了 他 我连在新竹自己招生的学生 都直接开两班 都爆满 那个教室他们就说 老师下一次又找 更大一点的教室 我们学生太多了 太多了 我觉得如果是学生 应该会很喜欢跟你学跳 因为就是采尼给人的感觉 就开开心心的 很开朗 对 蛮热情的 我觉得你教跳舞应该也是 蛮有耐心的 就是 就没有舞蹈基础也是可以来学 对对对 就是没有基础 基础的那个舞蹈 其实来上我的舞 他再学别的老师的舞 他们就觉得 能力大提升 变厉害了 增加了 变厉增加 然后我现在也是都是会 每一集都是会 不一样的新的音乐 他们就觉得 好像刚开始都是一个一个动作教 现在都不用音乐放直接跳 他们就直接跳 都很厉害 我觉得你也自己不断的去创新 你就设计新的不一样的舞马 新的样式 新的大部分也是都是 因为我们都有那个就是课程 然后我自己也是都是有去考征兆 因为你已经上 已经教了 你必须要征兆 对 所以我宜家跟那个都是有考征兆 所以他的征兆有蛮多的 听起来这样说 我家现在好像很多都挂不上来 可能要专门弄一个房间来 全部都放彩尼的奖状啊 征兆啊 感谢状啊 感谢状还没有挂上去 还没挂上去就满了 那个就不够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在台湾生活 19年的痕迹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奖励鼓励 对啊 你的舞团叫什么 我们让大家介绍一下 更多的舞团 就是叫彩虹女孩 彩虹女孩 你知道彩虹是几个颜色吗 很多耶 其实一般大家都说不是七个颜色吗 对啊 对那我们算七个颜色就好了 那我们在台湾有大概有多少的那个新住民的那个 姐妹 就是姐妹的大概从哪一个国家来 东南亚是全世界吗 对啊 东南亚就是算不完嘛 对 可是我就是用代表彩虹 就是很多颜色 很多国家的姐妹 这样子 然后呢 我的舞蹈有很多样嘛 对啊 刚刚听你说的教各种不同的 就是印尼舞蹈 然后 越南舞 然后印尼舞蹈 Zumba 还有Zumba 还有我们中东 印度宝莱舞 马来舞 这些都有 好豐富 所以大家都是蛮多的 你们可能你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出来 帮你量身设置 我们也是有一次西湖独家村办那个伊斯兰的那个活动 那时候也是我们就是因为他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钻穿东腑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他也是都是用那个我们回教的那个 舞蹈去 去跳吗 去展现 对 很棒耶 所以他蛮有想法的 对啊 你看光从取名彩虹女孩这个含义 就是希望容纳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是的 都可以 每个万人都也可以参加 对啊 像我们这样也会到各地去表演啊 对 我有到台中 然后台北 台中 新竹圈 新竹市都有 对 很热闹 然后上次也有高雄 我有表演到屏东 哦 全台走透透了 哦 全台已经踏发落广 可是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 才会有这些邀约 不断的过来 采尼也透过自己的这个 不管是自己的舞团的这些经历啊 或者是她的生活经验 还有你开朗的心情 对 其实看到这些姐妹们 慢慢的过了 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是蛮有成就感的 对 没错 好 那最后采尼来 我们鼓励一下 跟大家分享说 这些 你要鼓励姐妹的话 像你一样成功 有成就 然后就是 很大胆的出来表演 你不觉得你很有自信吗 你出来就是在舞台上 对啊 没有 你想想看哦 有一百个人 不可能说 每一百个人都可能站在舞台上 你了解我意思吗 OK 好 我们必须成为 我们必须成为 采尼意思说 我们一定要自己当 皇后 皇后 所以我们自己就是皇后 对 我们自己是皇后 不能当公主 不能当公主 我们是皇后 为什么 你可以决定一切 就是说 可以决定一切 你也可以 你不是要靠老公 你有自己的能力 对 你有你不用因为小孩 你就是会 断掉你的目标 就牺牲掉自己的梦想 对 你可以说很多事 你也可以顾得到你的小孩 那是很重要 你可以掌握 其实女人就是一个 皇帝嘛 把家里小孩 搭搭小小 整理的很好 对 可是 其实有很多丈夫 都没有帮忙做家事 他只会赚钱 会赚钱 可是我们可以赚钱吗 我们可以赚钱 可是我家里还可以 顾得到 是 彩尼意思是这样 我们就是皇后 我们都是皇后 是 我们就用彩尼 最后给大家的这一个 金玉两眼 来鼓励大家了 希望大家可以 活得跟彩尼一样 这么的精彩 对 像彩虹一样 是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来自印尼的好朋友 林彩尼的分享 谢谢彩尼 谢谢彩尼 拜拜 拜拜 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下次见